大家去日本的餐廳吃東西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不知道怎樣埋單呢? 有個外國人在壽司店埋單的時候 傳聞搞出過這樣的笑話 大家有沒有聽過呢? 話說有個外國人 一個人在壽司店吃東西 吃完之後 他就決定用日文試一下埋單 他記得用日文問多少錢 好像是類似 いくら? 於是他就說 いくら? 怎知道在他面前就來了一碟三文魚紙 はいいくら? 他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無可奈何就吃完這個 いくら? 他都想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發音太差呢? 今次了他就想用英文的 How much來叫埋單 他打算用日式的英文這樣說 How much? 怎知道那個壽司師傅就捏了一碟油甘魚的壽司給他 はいHow much? 他再接再例 今次打算講B-I-L-L Bill 不過他用騙解明的方式說 Bill please 怎知道今次提了杯啤酒給他 為何會發生這樣的事呢? 可能誇張了一點 原來日文的How much 正式是問 いくら 高音在前面 但是那個外國人可能讀成 いくら いくら是三文魚紙的意思 另外 ハマチ 和How much 的英文很相似 ハマチ是油甘魚的意思 所以師傅就捏了一碟油甘魚給他了 至於ビール 好像日文的啤酒 所以師傅最後就給了個啤酒給他 那大家真是想叫埋單的時候 正式應該怎樣說呢? 我們聽下以下的示範 你可以說 お会計をお願いします 再聽多次 お会計をお願いします 又或者 這樣都可以 再来多一次 或者 好像普通吃完飯 那時 這樣說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 那店員就知道 你埋單的了 希望大家都 不要 好像 這個外國人 越埋單 越叫得多 想要系統地 學習日文 可以到我們 東大前的網絡那裡 參考回不同的小組課程 日本語の勉強を 楽しんでますか? 真面目に勉強したい人は 東大前日本語に ぜひ来てみてください 皆さん 東大前のYouTubeチャンネルも 登録してくださいね